好 那么第一句话描述这情况 那么读者觉得好玩 那为什么要给绑匪钱呢 我不给行不行 不给不行 为什么 我们说了 If the money was not paid promptly The gangsters would quickly 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By destroying his shop 这么绑匪嘛 这都是黑心的贼 他说如果这笔钱要不是马上奉上的话 那么这帮绑匪会通过捣毁他的商店 来使一个人破产 就你不给钱的话 我让你倾家荡产 所以必须得给钱 这个If the money was not paid promptly 这个money还有个来头 这个money写权了 就是咱们说的protection money 在外国有个表达 咱们看香港那里哪见过保护费 交的这保护费 叫protection money 所谓保护 就是我不打你了 就是保护你了 如果这笔钱怎么样 不是被支付 咱们支付 promply在这犯人立即立刻马上不耽搁 好一些 更符合本文的语境 我们刚才说了 promply这个词两个意思 第一个叫准时力 上下文的语境没有说约定是几点钟交这个钱 所以这犯人立即立刻马上 相对immediately 我要钱 你要不马上给我 怎么样呢 the answer这个肥毒会是什么 would quickly put a man out of business 迅速使一个人破产 使某人破产 这个习语 大家可以同时记住 就put somebody out of business 注意这个business一定是不可数的 不能说out of businesses 我们在大声读下 put somebody out of business 干脆把后面几个读一下 out of out of 连读 这个字母T又出汗了 得到身边 out of out of 在里面 out of business out of business 是某人破产 那么它等于什么呢 类似于make somebody broke 或者make somebody bankrupt 只不过呢 这是字面的含义 而上面呢 是固定习语 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两个形容词 都是破产的 先读第一个 broke broke 破产的 没钱的 注意不是broken 如果是broken 那是被打碎了 这个是错的 再读后面那个破产的 大家可能会背过 bankrupt bankrupt 也是表示破产的 没钱的 时某人破产 这个习语含义 类似于这个含义 好 把这个记住 那我们再看 还有一个大培根 这个语言的特别像 叫什么呢 就得使某人失业了 叫put somebody out of work 这个特别好记 十某人破产 是把他弄到商业外面去 使他无法经商了 使他失业 把他弄到工作的外面去 使他无法工作了 就使失业的意思 叫put somebody out of work 这个结构 见过之后 老师讲过 咱们可以放心 我们没问题了 咱看一个例子 The changing economic conditions help put many people out of work 他说 这不断变化的经济的情况 状况怎么样 使得很多人都失业了 就是现在经济动荡的时候 失业率特别高 put many people out of work 使失业 跟这个使破产 同时计 因为搭配是类似的 而且我们看到 在这些搭配里面 这个out of 其实都表示在什么什么的外面 out of business 跑商业外面去了 就破产了 out of work 跑工作外面去了 都不带他玩了 这个人他失业了 都可以这么说 out of表示 在什么什么外边 在什么范围之外 是一个他重要的含义之一 咱们再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在什么什么范围的外边 I'm out of patience 相当于I'm impatient 我表示现在我已经很不耐烦了 跑到耐心的外边去了 原来是耐心 现在就不耐心了 很不耐烦了 I'm out of patience 现在已经烦透了 受不了了 可以这么来说 下面这个句子看怎么翻译 叫I'm out of anger I'm out of anger 这是愤怒还是不愤怒呢 愤怒 不但是愤怒 都跑到愤怒的范围外边来了 都气急了 这是鲁迅先生说过那句话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就是咱们说出离愤怒 气急了都 愤怒的范围都包不住了 跑愤怒外边去了 叫出离愤怒 这个注意翻译 这边翻译错 英语中也跟大家有类似的地方 还有呢 The TV is out of repair 这个TV就是television 就是我们这些电视机了 这天的人怎么样 已经修不了了 out of repair 已经在修理的范围之外 已经修不了了 您电视机看了100年了 这没法修理一下 在修理范围之外 out of 这几个结构类似 好 by destroying his self 通过倒回的商店的形式 好 下面又出了 在前面出现两个长句 在下面出现个短句 长短句 去过渡一下 这个长短句错误有之 下面说 obtaining protection money is not a modern crime 它勒索 这个保护费 可不是一个当代的罪行 自古就有之了 下面要讲历史上的故事 这个obtain 就是获得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在本文中在上下文的语境下 那是勒索了 勒索保护费 你不给不行 protection money 保护费 咱们刚刚见过了 但是敲诈勒索 还有一个专业词汇 直接可以用动词extort extort something 可以是直接 翻译成勒索某物 后面可以跟东西 跟钱财都行 但不能是勒索某人 extort一定是冲着东西去的 注意不要对extort 我们说了 x 这个词后面声带震动 就必须着化成the but 着化成the 我们搭上那边 extort extort 这是这么一个意思 叫勒索某物 这个也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ex这个字头表示在外面 而这个tort 这个tort 表示拧的意思 拧到外边来了 好像毛巾里面有水 愣拧出来 你不给 你还不愣个拧出来 所以勒索 用这么一个动作特别好记 看一个例子 Gangsters used to extort money from local businessmen 你看这些匪徒们 在过去怎么样呢 过去常常向当地的商人 勒索钱财 extort money 叫勒索 这个动作对 但是中文中还有一个词叫敲诈 英语中有一对应的词 就是blackmail 但一定注意 中文中勒索敲诈 可能宾语的是不太分的 但英语不行 这个词宾语一定是人 敲诈某人 敲竹杠 我们大声读一下 blackmail blackmail 顾名思义就给人人寄黑油件 你要是不给钱 就怎么的 勒索某人 但注意他的宾语一定是人 这个注意别不动作 看一个例子 someone was trying to blackmail him with pictures of him and his mistress 什么意思呢 某人正在试图敲诈他 敲竹杠 注意 并于是him 是他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照片 什么照片 他和他情妇的照片 来敲竹杠 这个mistress 可以表示情妇 或者咱们中文翻译成二奶 也行 当然也能翻译成三奶四奶 五奶六奶 七奶八奶 都用他 就是情妇 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mistress mistress 情妇 当然这个词也能表示 家庭女教师也行 但女教师跟情妇 这没有什么联系 没什么联系 就是有人呢 用他和他的情妇的照片 寄给他了 来勒索钱财 让他给钱 注意 他宾语是他 就是我把这个 你要不给钱 我得把这照片寄给你媳妇 你媳妇就掐死你了 你必须得给钱 你看 勒索某物 但是敲诈某人 一定要去不干 他说这个勒索保护费 可不是一个当代的罪行 他后面说了 As long ago as the 14th century an Englishman Sir John Corkwood made a remarkable discovery that people would rather pay large sums money than have their light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这句话 咱们先看看他语法成分的分析 As long ago as the 14th century 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明显是一个时间状语 说早在公元14世纪的时候 好 那么白颜色的 没有下回线的部分 可以看到句子主干了 对吧 主意是an Englishman 一个英国人 后面那个Sir John Corkwood 明显这个邪体的 带下回线的部分 视作前面那个英国人 同位于 约翰霍虎的爵士 注意名字前面加Sir 要翻成爵士 这个SL大写 怎么样呢 另一动词 主题的另一动词是 make a remarkable discovery 做出了这么一个 杰出的发现 什么发现呢 后面在 that从具 当然是做前面 discovery的 同位于从具 解释的发现内容是什么 发现内容是 people人们 would rather pay large's money than have their light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人们宁愿掏大笔的钱 也不愿意让自己毕生的心血 毁于歹徒之手 这个would rather do than do 宁愿怎么样 也不愿怎么样 咱们讲过 后面都用动词言行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尽管是过去的事 就是不带徒的不定事 出现了宁愿也不 这个结构 好 这句话中也是重点特别多 咱们下面看看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 早在什么什么的时候 就怎么怎么样了 这个结构记住 as long ago as 早在什么什么时候 就怎么样了 这个结构可以记住 类似于as early as 早在什么什么时候 就如何了 这两个结构 一般来说是可以替换的 就说明这事发生的很早了 早在什么什么年代 就如何了 咱们看一个简单句子 造一个句子 早在公元前15世纪 这座庙宇 就被当作是 做礼拜的场所了 做礼拜的场所叫 a place of worship 被当作be used as 公元前15世纪 公元前 就是用bc就好了 咱们复述一下这句话 早在 咱们把它带进来 as long ago as the 15th century bc 然后呢 the temple was us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你看 早在公元前15世纪 这个庙宇就被当作是一个祭祀 做礼拜的场所了 这是咱们用这个书的这个小搭配 表达出了第三课中的意思 这个bc我们讲了 这个公元前 这个bc两个字母后面 既可以有点 也可没有点 没有那个点 没缩席服务也是可以的 也是公元前 好 再回到课文中 他早在呢 本文中是早在14世纪 也是好几百年之前了 an englishman 一个英国人 Sir John Hookwood 约翰·霍克伍德爵士 一定注意 在名字前面加一个sir s大写 不能翻译成先生 因为sir表示先生 后面是不能加名字的 yes sir 是的先生 我听您的 后面加名字 表示先生的mister 名字 前面加sir 得翻译成爵士 你看sir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邱吉尔爵士 这是爵士了 这个名字前面加 这个sir表示爵士 注意爵士不是贵族 贵族的前面 名字前面是不加sir的 贵族名字前面叫lord lord lord l同样要大写 你叫21克 我们会碰到 Lord Byron 拜伦勋爵大士人 他是贵族 这个时候用lord lord 但名字前面加sir 这是爵士 爵士依然是平民阶层 贵族是跟国王有亲属关系 公侯脖子男 跟国王关系越近 一般这个爵位越高 而爵士是平民立功之后 国王册封的 册封为爵士之后 他的名字前面可以加上这个sir 国王后女王错峰 那么当然我们说 这有的时候也可以用缩写形式 叫做某某某爵士 我们不用名姓都说完了 我们知道在老外先说名字后说姓 第一个first name是他的名字 后面family name是他的姓 但是如果要缩写形式 但是如果要缩写语的话 我们应该这么说 sir Winston 我们在前面先跟他的名字 就跟名字了 Winston爵士 但我们知道先生 如果缩写语的后面一定是跟姓的 先生也可用前称 Mr. Winston Churchill 但是他的缩写语 后面加姓是Mr. Churchill 所以Winston爵士 但是邱吉尔先生 这个缩写语是不一样的 当然 爵士和先生后面都可以跟先加名再加姓 这个全称也行 好 再回到文中 这个约翰霍兔的爵士怎么样 made the remarkable discovery 咱们在第三课说过 make a discovery 是做出发现 这里定罐子就特指了 做出了这个很杰出的发现 什么发现 注意这个同位从具 做discovery同位从具 people would rather pay lunch money than have the light were destroyed by gangsters 人们宁愿掏大笔的钱 也不愿意让自己毕生的鸡血 会与歹徒之手 一定要再次复习 这个重要搭配 就宁愿怎么样 也不愿怎么样 would rather 或者可以用would sooner 是一样的 would rather would sooner do than do 表示这两个事可能都不愉快 但是我宁愿做第一个 也不愿做第二个 两害相权 则前面这个轻者 宁愿这样 也不愿这样 你看本文中 毕生心血被毁了 还有我要给别人掏钱 这两个我都不愿意发生 但相比较而言 我宁愿掏钱 也不愿自己毕生心血 会与歹徒之手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也不能弄清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但是还有一个叫 更喜欢做模式 而不大喜欢做模式 这两个可能就 从语气没有这么厌恶了 可能第一个更好一些 比二更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 prefer这个答案 更喜欢做模式 而不太喜欢做模式 i prefer to stand rather than sit down 我更愿意站着 而不想坐下来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更愿意做前者 而不愿意做后者 这个是rather than 而这是would rather do than do 一定区分开 别弄火了 但prefer 是不是还有个搭配 我不用rather than 的话 是不是中间可以加to prefer doing to doing something 宁愿做模式 也不愿做模式 咱们当时说过prefer winter to summer 第八课说 当地的修道士们更喜欢冬天 而不太喜欢夏天 这两个东西都不错 但第一个更好一些 所以跟would rather do than do 从含义从搭配 都是有区别的 would rather do than do 表示两个都不好 但第一个还不那么特别的不好 prefer to do and do 两个可能都不错 但第一个更好 想到这个意思 多少程度对有差别 如果不是分的那么轻的话 如果不分那么程度这么轻的话 一般来说替换也差别的 总之 前者后者 我选前者 好 咱们看一道术后题 术后联系题 五六十九页的第五题 动作快些 六十九页的第五题 看这句话 people prefer paying Lawrence's money 后面选哪个 在这他用了prefer doing prefer paying prefer doing 后面一定得跟to doing 对吧 固定搭配约定俗成的记忆来就行了 选哪个呢 只能选c to having the life would be destroyed by cancer 宁愿这个也不愿这个 就更愿这个 而不愿这个 这个后面这事发生 prefer doing to doing 这个结构把它记住就好了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前面第十二颗荒岛生活讲过的 would rather 我们如果加从句 那得跟虚拟语气 我们刚才看的是would rather do than do 宁愿做某事也不愿做某事 如果would rather或者是would sooner 后面加那领导的从句 得翻译成什么呢 得翻译成真希望怎么怎么样 还记得吗 不是宁愿了 真希望如何 这个从句中用虚拟气 什么虚拟法大家记得吗 如果指过去的话 咱们用过去 反正是had done 指现在的话 用亦翻过的是did 必动词都用were 指未来的话 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型 忘记的话 回去把第十二颗的笔记 或者视频 咱们再看一看 再听一听 这个我们再回顾这句话 我真希望Susan在这就好了 我真希望Susan在这就好了 他在这用be here 该怎么说 I'd rather Susan were here now 指现在我们用一般过的词 但必动词统统统用were I'd rather 就是I would rather 后面连刺that 是可以去掉的 尤其在口语中 一般去掉更常见些 这几个would rather would sooner 还包括prefer 刀腾来刀弄去 里面关系 希望大家记清楚 特别讨厌 没有办法 这英语就看谁心系 谁平时愿意下苦工 总统学好 而英语又是改变命运的 没有办法 就得好好学 这个本文章说 宁愿掏大笔的钱 也不愿怎么样 would rather do then do 后面都在加不带to的不定式 所以用动词原型 have their life work destroyed by gangsters have something done 大家这个结果我们也见过 在第二课讲过 他可以表示 请某人做模式 这个人不知道是谁 或者没必要说 我说我这个周末 打这么头发力了 这个周末去理发 I'm going to have my hair cut this weekend 后面那个cut 是个过去分词 have something done 这个是谁理发 我管的是谁 是理发师就行 这个请人做模式 但是本文中呢 不可能是请人 把毕生的工作 like work 一生的工作 都毁掉了 本文中是表示第二个意思 咱们以前说过 表示某人的不愉快的经历 have something done 表示某人一个不愉快的 不好的经历 毕生心血被毁了 这是一个不愉快的经历 咱们举一反三看看几个 比如说我们说 他的表被偷了 谁偷的我不知道 总之表被偷了 he had his watch stolen 这不能反映 他请人偷的表 这脑子有病了 对吧 他的表被偷了 he has he watched stolen 我们再看咱们看过的句子 King Sherrla the first had his head cut off 国王查理一世被砍头了 这个法国人的名字都论Sherla 不要读Charles King Sherrla 后面呢 罗马数字我们读成The first 一世 查理一世遭到砍头了 不能说查理一世 请人把他脑袋起来来撑撑 这不可能 这个被砍头的 这么一个 本文中这句子就完全看懂了 宁愿掏大笔的钱 也不愿意让自己毕生心血 被这帮匪徒给毁了 好 第一段呢 就引出了本文的主人公霍虎的爵士 他是怎么做出的发现 这个人究竟怎么一回事情 激起了读者的兴趣了 第二段更加精彩 好 我们的第一段 跟老师先看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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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